第五步 帝国飘摇 第七章 死斗 决裂 潘继逊 因郑茂和王崇古的任用 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 在他的统领下 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而他的声明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 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 出现在他的背后 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 他或许是个好人 却绝不老实 对于高拱同志 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 论资历 高拱比他早来三年 论职务 高拱从汉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 部长 大学士 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 劳苦功高 而他却是从一个从无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 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 论能力 高拱可谓是不是出知奇才 能够善断 相对而言 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 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 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 凡是为高拱侍从 遇到大事总是警示在警示 十分尊重领导 可问题在于 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 他还要当爹 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 服从他的指挥 谁要不听话 是要被打屁股的 刚开始的时候 张居正也没啥意见 毕竟高拱是老同志 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 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 这位到了眉的人兄就是殷氏丹 关于此人 那真是说来话长 家境26年 1547 殷氏丹和张居正同期毕业 由于成绩优秀 被选为数级市 之后又被调入豫王府 担任豫王的讲官 既有汉林的背景 又是太子的班底 官运也不错 龙庆二年 1568 还当上了礼部尚书 但奇怪的是 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 在明代 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 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 现在想来 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的 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 激动不已 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 要知道 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 实在是威风八面 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教作业的人 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 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 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 卫生委员就不同了 虽然每日灰头土脸 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 将手中的扫把一挥 高傲的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 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 班委就是内阁 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 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丹讨厌收作业 他想去扫地 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 说到底 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 同样一件事 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比如一个胖子 体重100公斤 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 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丹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历程 金山东济南 人 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 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 当年给玉王当奖官时经常言辞利色 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 所以后来玉王登基 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 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 高拱要听话的人 而尹士丹明显不符合此条件 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 人员进进出出 就是没他的份 这不奇怪 奇怪的是 到了龙庆四年 1570 11月 这位收作业的人兄竟然拿到了扫把 入阁了 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 实在是因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 既然高拱不靠谱 皇帝也不能指望 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 太监 殷士丹一咬牙 走了太监的门路 终于得偿所愿 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 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 但老坚俱华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 不能挡你进来 那就赶你出去 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 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 都给世中寒吉 几天之后 在寒吉的指示下 阎官们开始发动攻击 殷士丹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 从上学到找老婆 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 搞得他十分狼狈 高拱得意了 这样下去没多久 殷士丹只能一走了之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 殷士丹的脾气 于是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 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 但有时也邀请阎官们到场 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寒吉 殷士丹不喜欢高拱 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 一看寒吉来了 顿时精神焕发 快步走上前去 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寒科长 寒吉士六科都给士忠 明代称为科长 对我有意见 有意见不要紧 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 高拱就在现场 因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 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加上在场的人又多 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 成何体统 好 你肯蹦出来就好 孙子当够了 殷士丹终于忍无可忍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高拱 陈大人 指陈以勤 是你赶走的 赵大人 指赵珍吉 是你赶走的 李大人 指李春芳 也是你赶走的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 又想赶我走 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布城 高拱当时就猛了 他万万没想到 像殷士丹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 竟然会当众发飙 一时反应不过来 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殷士丹真是个实诚人 实诚得有点过了头 这位仁兄骂完了人 竟然还不解恨 意犹未尽 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 反正骂也骂了 索性打他一顿 就算要走 也够奔了 到底是多年的老郑之家 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 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 撒腿就跑 殷士丹也穷追不舍 脸已经撕破了 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关键时刻 张鞠正站了出来 他拉住了殷士丹 开始祸悉泥 万事好商量 你这又何必呢 然而殷士丹明显不是悉泥 而是水泥 一点不给面子 对着张鞠正又是一通怒吼 张太岳 张鞠正号太岳 你少多管闲事 走远点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 谁敢挡我救灭了谁 索性在场的人多 大家缓过境来 一拥而上 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 好歹没出事 我算了一下 闹事的时候 殷士丹56岁 高拱60岁 张鞠正最年轻 也47岁 三位中老年人 竟然还有精力闹腾 实在让人钦佩 殷士丹不愧是山东人 颇有点凉山好汉的意思 敢做敢当 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 就主动提出辞职 回家养老去了 在高拱看来 这个结果还不错 虽说差点被人打 但自己还是赢了 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 这场风波正是他父王的起点 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 张鞠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 又想赶我走 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是啊 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 陈大人可以被赶走 那么我也会被赶走 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况且 我也喜欢首府的那个位置 于是 从那一天开始 张鞠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 两个人之中 只能留一个 而那个人 只能是我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报复 高拱 你必须被毁灭 张鞠正打定了主意 准备对他的老朋友 老同事动手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先出招的人 竟然是高拱 其实一直以来 高拱虽说对张鞠正抱有戒心 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 直到有一天 他听到了那个传闻 对高拱而言 赵真吉是可恶的 殷氏丹是可恶的 但只要他们滚蛋 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 只有一个人除外 徐杰 对徐大人 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 对方家破人亡之后 他还是不依不饶 经常过问徐杰的近况 唯恐他死得太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 张鞠正和徐杰有秘密来往 答应拉他一把 帮他儿子免罪 当然了 张鞠正也没白杆 他收了三万两白银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 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的一天 他找到张鞠正闲聊 突然仰天长叹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 张鞠正没有说话 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 而我一个也没有 张鞠正这才松了一口气 高拱确实运气不好 六十多岁的人了 无儿无女 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 为缓和气氛 张鞠正发挥了他或悉尼的专长 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儿子多 但也不好养活呀 好了 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有徐杰送你的三万两白银 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 高拱微笑着 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张鞠正慌了 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 无奈之下 他只得赌神伐咒 说些如果收钱 出门让车撞死 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 最后搞得生泪俱下 高拱才做了个样子 表示这是有人造谣 我绝对不信 然后双方握手言和 重归于好 给他一个教选 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 这是高拱的想法 必须尽快解决他 再也不能迟疑 这是张鞠正的决心 一个过于优秀的太监 决心下了 可该怎么动手呢 扫把不到 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张鞠正明白这个道理 但现在的高拱已经金飞锡笔 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 单凭自己 实在没有胜算 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 每天早起锻炼身体 精神十足 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 一个人进入了张鞠正的视野 他的名字叫冯宝 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 冯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 奇特的不像个太监 一般说来 太监由于出身不好 且家庭贫困 能认识几个字 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 按照这个标准 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 因为他不但精通精实 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 擅长演奏多种乐器 此外他还喜欢绘画 时常也搞点收藏 比如后来有一次 他在宫里闲逛 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 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 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 最后便无意地顺 学名叫偷 走了这幅画 事实证明 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 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 叫做清明上和图 像这种事情 一般都是天之地之 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 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 还光明正大的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 以示纪念 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统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 只是为了让你知道 他虽然有文化 搞艺术 却绝非善类 做坏事敢留名 偷来的罗还使尽敲 这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 胆大 心细 脸皮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 只有这样的人 才最适合搞阴谋 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 这位冯宝最恨的人 恰恰就是高拱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 明代的太监机关中 权力最大的是司礼坚 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 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 然后盖上公章 上到军国大事 小到鸡皮蒜毛 都得过他们这关 从嘉靖年间开始 冯宝就是司礼坚中的一员 龙庆登基后 他也官运亨通 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监玉玉玉监管事太监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 要知道 东厂是特务机关 而玉玉监手握兵权 是十二间中仅次于司礼坚的第二号实力机关 既管特务 又管部队 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 就算成功人士了 但冯宝并不满足 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 就必须回到司礼坚 得到另一个位置 掌印太监 司礼坚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 打勾的人数不等 较丙比太监 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 尤且仅有一位 天下大事 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 你不服都不行 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 太监也要论资排辈 按照职务资历 应该是冯宝接任 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 因为高拱插手了 高拱横空出世 把御用监管是太监陈宝扶上了宝座 原因很简单 当年陈宝帮他上台 现在是还人情时间 你陈宝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 凭什么插队 然而可怜的冯宝只能干瞪眼 高拱实在太过强悍 是招惹不得的 那就等吧 总有一天等到你 似乎是冯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 陈宏兄上台没多久 也下课了 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 然而高拱又出手了 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宏的位置 冯宝出离愤怒了 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 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此激动 道不全是有人抢了他的职位 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 要当私理监掌印太监 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 这样才能当好领导太监 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上扇间 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 因为上扇间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 也就是说 上扇间的头头孟冲先生 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 太欺负人了 上次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 我也就忍了 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 下次莫不是要找倒马桶的 冯宝终于明白 不搞倒高拱 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 不需要介绍人介绍 也未经过试探 牵手 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 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 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 但双方一合计 才发现高拱兄实在很难拱 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 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 朝中找牙更是数不胜数 一句话 他就是当年的徐杰 却比徐杰难对付得多 因为看起来 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 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目前只能等 等高拱死 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 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 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为保存实力 张居正与冯宝商定 遇到事情由冯宝出面 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 两人不公开联系 总是私下交流感情 但意外仍然发生了 一天 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 说龙庆皇帝病情加重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 但此时天色已晚 为了给冯宝报信 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 连夜派人交给冯宝 安全抵达 安全返回 张居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 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 一声大喝镇住了他 昨天晚上 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宝 信上写了什么 如果有事情 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 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人 既然是破事 咱们就网破了说 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 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张居正没有准备 一时间手足无措 但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片刻之间 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 笑嘻嘻地看着高拱 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老子死活不表态 看你怎么办 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 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后 高拱撤退了 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 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 事情闹大了 一听说联系暴露了 冯宝就炸了锅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 高拱都知道了 索性摊牌吧 我们两个一起上 鱼死网破 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 冯宝是对的 现在情况紧急 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 所谓先下手围墙 如果现在动手 还能抢占先机 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 动手还有一丝胜算 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 张居正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无以伦比的天赋 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 最终拯救了张居正 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 等待时机的到来 龙庆六年 1572 5月26日 机会来临 龙庆皇帝终于不行了 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 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 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 他的身体一直不好 加上一大群炎关口水乱飞 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 一来二去就一并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 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 在他统治期间 经济得到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 连蒙古人都消停了 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 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 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 便紧急下令 召见三个人 他们分别是高拱 张居正 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姨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姨 虽说他姓高 却绝非高拱的亲戚 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 几十年勤勤恳恳 小心谨慎 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上书的时候 家里的房子湿了火 稍得一干二净 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 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姨却极为另类 他自己没钱 也不向组织开口 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助 而且一直到死 也没买过房子 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 高拱拉这个人入阁 就是用来凑数的 在他看来 高姨不过是个老实本分 反应迟钝的人 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 告诉我们 他或许老实 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 高拱立刻意识到 皇帝可能不行了 为了不耽误事 他撒腿就跑 据史料记载 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做 六十多岁的老头 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 终于在皇帝宴气之前抵达目的地 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 这条路线今天还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 从东安门骑时 跑进故宫前清宫 记得带钱买票 体验古迹之余 也可以缅怀一下仙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 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塌而来 他们分别是皇后 太子朱义军 太子生母李贵妃 张居正 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 冯宝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 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 他们住得近 张居正比自己先到 也还情有可原 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 冯宝是司礼兼比 是皇帝的秘书 过来凑凑热闹 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 高拱也没多想 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 张居正之所以早到 是因为他早就从冯宝那里得到了消息 而平宝之所以在场 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 已经在阎网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 似乎又撤了回来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 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 老师 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 天下大事 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 走人 龙庆六年 1572 5月26日 龙庆皇帝朱载后驾崩 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 按照惯例 大家都得哭一场 无论真心假意 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 同理 按照惯例 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 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 最自信的人是高拱 皇帝死前都说了 太子交付给我 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 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 这叫口头要约 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 这叫口头承诺 然而事实证明 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 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 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宝行动了 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 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 就不多介绍了 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 对不起国家人民 对不起劳苦大众 现在我死了 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 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 当即暴跳如雷 这令司礼间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是共同辅证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 太监即使在猖獗 哪怕是王震 刘锦这样的超级大腕 担任辅证也是痴心妄想 这是有道理的 毕竟大家都是明本人 跟着各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力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 高拱气的七孔冒烟 更何况 按规定 遗诏应该是我来你的 皇帝死得及 没来得及血 大家也都理解 现在你冯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 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激动归激动 毕竟人刚死不久 孤儿寡母在眼前 闹起来也不好看 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宝辅证 司礼间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 有账慢慢算 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 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 另一条遗址颁布 原司礼间掌印太监梦冲退休 由丙比太监冯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 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 高拱终于发现 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 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 在短暂惊慌之后 高拱恢复了镇定 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洛球 承文 整夜商议之后 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进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龙庆六年 1572 6月8日 高拱相信 胜券已经在握 了 我